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Lito Hello我youtube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Lito OK 现在玩apan的影片就是要回答我的2000Q&A啦 耶 不过我还很感谢就是有带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了 就是没有你们的支持叻 我看我那个上场尴尬还可以破了詞 我就真的是超越我的频道 谢谢你 谢谢 OK 这样我们废话不要多说 开始我的K&A 如果有三个愿望给你选择 你会选什么 第一个 我会选择就是 希望我身边的人所有人 就是身体健健康康 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 就是我身边认识的 读书的成绩拿到很好的成绩 做工就拿到很好的岗位 就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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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嗯 轻轻动啊 第三个就是给我做 四个愿望 啊 Yuki 臭小子 小白羊和小羊 哪一个最帅 不要选你自己 你已经很帅了 你都知道了啦 你还有这样选诶 BBC啊 OK啦 如果讲这四个 你会对我来讲的话 是小白羊啊 因为它是属于比较 白白性定的样子的嘛 小白羊不要看他们自己暗爽啊 我没有暗论你啊 我只是 选罢了啊 哈哈 你是假如知道 Yuki 小羊 小白羊和臭小子的 你今年几岁 身高是什么 体重是什么 你有女朋友吗 有没有东西可以考虑架我吗 就是女生 我是怎样认识啊 首先我是记得 是先认识小羊了 小羊之前的时候就有 像有聊天过了 就是有联络啊 关于拍摄的东西啦 都过就到日子说好吃哦 说好吃是工作 诶 孩子做 在我对面那边做工吧 就有聊聊天啊 讲讲话啊 现在就认识了 就是就是经过他 就认识到 Yuki 个小白羊啊 因为知道他是跟他们拍摄的嘛 所以就 尽快怎么认识了咯 我今年才20岁吧 看不出哦 是不是 所以给你们讲 20岁 不然像我这样子 老鼠一样 20要30 20要30这样 身高就身高哦 我身高 169吧了吧 如果穿买我鞋子 有鞋垫就170啦 体重怎么 体重不体重啊 体重呢 是气势的哦 你去看他吃早饭 就知道我没有女朋友哦 诶 这个我就要问他们了 因为他们有讲说 可能 要找一些就是 女的youtuber一起合作嘛 How do you know your girlfriend? Swipe the FB See this girl very beautiful Clip Add friend Go Instagram Follow WeChat Add And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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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千年 The story The story 喜欢打篮球吗 喜欢 可是还是会不喜欢 因为脱不进 你喜欢Beyond的哪一首歌 Wow 是Beyond的歌 我都喜欢 是什么原因 让你开始做YouTube呢 早期我开始做YouTube 是因为我放我的 音乐作品 就是拍那些 关于就是我的音乐创作啊 然后过后就 停了很久 过后才慢慢发现 觉得 单单只有放音乐 不知道其实 蛮不错的 我觉得 可以 道路拍一些 属于算是我自己的性格的东西 就比较搞怪了 就开始 就接触到他本了 就开始拍YouTube哦 探索 谁办我重当 加情商 看到吗 我可以仅为你布置好好的 OK 你看 你看 你会变台湾唱吗 是不是 你今天穿什么颜色内裤 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哦 五元六色 Yuki造了只小鱼 小鱼 小鱼里面最聪明和最笨是谁 我觉得最聪明的话 是小鱼 小鱼的idea都会给到很好 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蛮聪明的 人来的 然后最笨的 就是Yuki哦 怎么我样子讲呢 就是有时候我们拍摄的时候 我们一起 谈东西的时候什么 就是你刚讲话的时候 欸 Yuki要去吃东西哦 啊 什么 要去吃东西哦 等一下吃东西啊 是什么 你到底相信你有是怎样的 可爱还是大气 我的理想中也有 就是我现在这个 你觉得大马YouTuber 会为了view 而不择手段吗 我觉得不会嘛 你接受Clickmap Clickmap影片吗 我觉得我都接受啦 为什么呢 因为你就是给你发挥 自己的创作平台嘛 所以 没有什么的嘛 是不是 Yuki造老师小鱼 小羊的第一印象 OK Yuki叻 错啦 她会教你很多东西啦 造老师就是比较 就是她有什么想法 会直接 她就会直接讲出来的 小巴羊的就是很精哦 小羊的就是比较安静一点的 这名叫什么 我这名叫做 林虹师 她一些24小时挑战的影片 可以 我有机会 我也挑战一下的 OK 谁是你的好兄弟 哇 蛮多一下的 你中学读什么学校 我中学是读SMK 达曼书特啦 你是混血吗 我不是 不过我是不见证本的 你有没有被妈妈和爸爸骂过 很够义的事 中学时期叛逆吧 每天出门出到很实 还用一家 你平常在玩什么game 我平常很少玩game 除非是跟朋友有喝茶的时候 他们的大王子 才大王子 你的酷酷分 算大还是小 大小 不重要 科技用就好 你懂你只要结婚 这个肯定是要把你的经济稳定一点先的啦 是不是 啊 公开微信号 你们follow instagram就好啦 你们有时候有没有一些问题问的时候 我都会有回处 臭小子有一小白羊 小羊哪个是你最好的brother 目前为止 如果想最多的话是臭小子啦 你觉得小羊帅吗 小羊哪来了咯 哈哈 不好意思自恋下 你都问大了 我不敢讲不帅了嘛 不然你要我给你的content做稿 我不是post 你听到你可以举办一个 类似像小白羊的 在shopping mall的躲猫猫吗 我会想啊 可是我经过的东西 这是它的content 它的想法 可以清唱一首歌吗 我就清唱这一首歌 你做youtube是为了什么 就是想要就是表达我自己所有的音乐创作啦 然后我也想要就是 你们肯闷的时候 你们有什么东西做的时候 你们看得到活蹦的影片 然后你们也会开心 你做什么工 其实我是本身制作音乐学院的啦 还有也就是做 partime and youtube啊 你最喜欢的youtuber 我最喜欢的youtuber 跟那个黄名字 真的是鬼才啊 真的是一流啊 你的偶像是谁 我的偶像是只有那么一个吧 也就是bizor 因为他们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 才会让我接触到玩音乐 你有个想和别的youtuber合作 除了youtube他们 你就call的上进 都有啦 总之就是在我们马来西亚的youtuber 我都想要合作 你就开始几岁当youtube 16年 我16年开始开youtube了 算是那成七岁吧 你几次才会分小羊 小白羊 臭小子的youtube 嗯 有机会的 你会去拍一些夹娃娃 影片吗 学我 夹娃娃影片 我会想 看尝试去怎么拍 觉得自己帅不帅 我就觉得肯定出来啦 人肯定要对自己的样子自信一点嘛 是不是 会打球吗 很多种哦 做球啊 篮球啊 野球啊 很多啊 都会有啦 你可以拍prime的影片嘛 有拍过prime的影片啊 就是对我朋友的那个啊 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啊 然后讲讲讲啊 你去看就知道了 拍一个视频叫我们拍youtube 其实拍youtube很简单 你们只要你们把有没有想到的东西 把它拍出来 你不要抱着那种 把youtube的赚钱 我赚钱 没有我们没有 我就抱着那种啊 你怎么把我想到表达的东西 去表达出来 就可以了 就这样简单 拍动音 我是没有拍动音的 不过你讲到拍就点到了 欸欸欸欸欸 拍 动音 中学大现在做过几分钟 什么工 现在是老板 中学大现在我做过蛮多分钟的 呃做过wainter也有啊 厨房也有啊 油气也有啊 中心也有啊 卖吃的也有啊 煮的也有啊 卖给我的也有啊 然后现在是做 在音乐学院啦 就做为进行的东西啦 我是不是老板 我是老板老板 那快就好了 youtube和我谁比较帅 我没看过你 所以我觉得youtube比较帅 做爱了吗 没有 现在做给你看 看到一个爱心吗 做爱 你现在youtube有赚钱吗 你现在youtube有赚钱吗 很没有 好像久没遇到你了 跑去哪一个局吧 比较长去的就是 JB的那个 Austin的Midnight 你懂你可不可以叫你观众 订阅凤狂男子吗 你自己也要订阅 现在你的良心和你的观众的良心 你可以放在你的影片上面 如果你有拍新 拍新影片时 求你哦 我希望能够达到100位订阅者 小样你能订阅了 好 你们来请订阅这个 凤狂男子 阿也是一个新的youtuber啦 加油啊 做youtube不简单 加油 让你最自卑的事情 我那么帅 可是我确实听到我自己的脸 自卑好像没有什么自卑的事情啦 嗯 OK啦 所以我的Q&A就到这边啦 不过还有一些就是呢 大友死了我啊 就讲说 哎 你懂如果遇到你们拍摄 如果遇到你们可以给你们合照吗 拍照吧 我敢讲 来 你只要认得我们 哎 Yuki 你讲话了之后 我们没拍摄 你拿电话给他给我们拍照 我们一定拍 我们不会讨你啊 啊 我们很好人的 OK啦 所以我的2000Q&A就到这边啦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哦 分享也不要忘记打开旁边那个小铃铛 那时候 出一新影片的时候 你们才会收到 知道吗 聊聊天 我是雷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啦 拜拜